弟弟攀上了一个富家女 他给他买车 买房 买名表 机身上流社会的弟弟得意的笑了 哥 我可以这辈子都踩在你头上 有我在 你永远也别想好过 可惜 直到有一天 我听到了富家女和系统的对话 宿主 你攻略错人了 不是弟弟 是哥哥 婚礼上 弟弟目自欲裂 看着富家女穿着奢华的婚纱 一步步走进我的怀里 今年的优秀学生是纪波达 我在一片掌声中 站起身 走上台 老师把一张红色的奖状 搅到我手上 爸妈在台下高兴地直拍手 妈妈骄傲地对旁边的家长说 这是我儿子 我捧着优秀学生的奖状 准备站在台上分享学习经验的时候 教导主任领着一对夫妻走了过来 那对夫妻二话不说 跳上台就甩了我一巴掌 我被打蒙在原地 红色的奖状飘落 被他们一脚踩了上去 就是他 这不要脸的小犊子 想要委屈我们女儿 爸妈见到我挨打 也赶忙冲上来 学校几位老师也站起来拉架 现场一片混乱 那对夫妻在校方的劝解下 总算忍住了脾气 解释了打我的理由 他们是班上沈幼楚的爸妈 学校成立了帮扶小组 我和纪博小以及四五个同学 都和她一个小组 我闺女晚上哭着告诉我 这小杂种利用补课时间 把我闺女拉去空教室 掀她裙子 摸她的腿 沈幼楚的妈妈越说越激动 红着眼睛就想再冲过来 有同学也指认 那天确实看到两个人 从没人的教室走出来 沈幼楚还红着眼眶 像是哭过的样子 我没有 不是我 我大声反驳 爸妈不信 你不要乱泼脏水 我家孩子全校第一 怎么会去猥亵女同学 你不要污蔑我们孩子 老师也不愿相信 我这么品学兼优的孩子 会做出这种事情 推桑见 我扫到了人群里的纪博小 他缩着脖子 眼神闪躲 明显就是做贼心虚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老师顺着我的眼神 也看到了台下的纪博小 他大声地喊听了骚乱 指着纪博小说 他们是一对双胞胎 你们确定没认错吗 纪博小被老师带了上来 沈幼楚的爸妈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纪博小 拿不定主意 于是 他们把沈幼楚喊了来 在全校人的目光下 沈幼楚咬着下唇 对他爸妈说 我没有看到他额头上的痣 这话对我来说 有如晴天霹雳 爸爸失望地看向了我 妈妈的神情里包含愤怒 在他眼里 我不光是个灾心 还是个会猥亵女同学的变态 不是我 爸妈 你们相信我 真的不是我 无论我如何解释 都是那么苍白无力 台下的纪博小在窃笑 他咧着嘴 用只能我俩看到的角度 用口型比划道 你完了 我和弟弟是双胞胎 长相也有八分相似 但我们能被人一眼就看出来 因为弟弟眉间 比我多一颗红色的痣 爸妈信佛 他们觉得长了眉间痣的人 是有大福气的 所以从小到大 弟弟都是被格外偏爱的那个 我用百分百的努力 一不一个脚印 想要让父母喜欢上我 可是每当我快要成功的时候 我的弟弟都会用那双 和我相似的眼睛斜斜地看着我 那双眼睛里 盛满了恶意 纪博达 就凭你 也配当我哥哥 你算个什么东西 长得和我那么像 是你分走了属于我的运气 不过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不会有人相信你喜欢你的 我以为那只是纪博小的戏言 我们毕竟是同胞而生的亲兄弟 没想到他真的做到了 妈妈坐在我面前 看了看我 欲言又止 纪博达 我和你爸商量了一下 现在学校里你的名声不太好 你之前不是拿到了保送名额吗 我们的意思是 你让给纪博小的了 沈幼楚父母现在说什么也不松口 我们怕对你弟弟也有什么影响 因为这次莫须有的诬陷 爸妈居然真的让我把 985高校的名额 让给弟弟 我颤抖着嘴唇说不出话 突然感受到一道刺骨的视线 是纪博小 他半张脸隐藏在黑暗中 看着我露出张狂的笑 这个笑容和小时候家里 发生活在的那次一模一样 六年级左右 纪博小因为贪玩弄坏了煤气罐 家里起火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没有选择扑灭火苗 而是迅速逃到他好哥们的家里 制造不在场证明 当时家里除了我还有妈妈 只是我们都在睡觉 等我被浓烟枪醒 妈妈已经陷入中毒昏迷了 是我拼尽全力将妈妈带出了房间 却避免不了房子里一切值钱的东西 都被复制一句 妈妈睁开眼后 纪博小哭泣着扑进他的怀里 都是他 都是哥哥 我看到他早上围着没气罐 不知道干了啥 肯定是那时候把罐子弄坏的 没想到那天我同学正好叫我去他家 要是我在 我肯定会阻止哥哥的 当我睁眼 迎来的是妈妈重重的一巴掌 这样本就虚弱的我 差点继续昏迷过去 这是妈妈第一次打我 第一次用这么可怕的眼神看我 那眼神 我至今都还记得 纪博达 你真的是个灾心 我们的家 因为你全毁了 年纪尚小的我语无伦次 支支吾吾 对于我来说 我只是睡了一觉呀 却不想我窘迫的神态 更是加剧了我的嫌疑 直到纪博小偷偷跑来 他露出刺眼的笑容 哈哈 本来我不好全怪在你头上 但可能你真的有点倒霉吧 你和妈妈都在睡觉 那肯定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可惜 不管我说什么都无法掩盖那位 帮助纪博小作证同学的证词 我就这么成了这场火灾的罪魁祸首 和爸妈眼里的灾心 即使遭遇了这么多 今天是我第一次反抗 这是我自己考出来的成绩 是我努力的结果 他凭什么不劳而获 爸爸盘着手里的佛珠 亲妹的眼神是那么熟悉又陌生 博小是有大福气的人 他就该得到最好的 你把成绩给博小 还能沾到博小的福气 我们是在通知你 不是在和你商量 妈妈更是拿着赶面杖 狠狠敲了我一顿 打得我浑身亲子 她骂我没良心 当初就不该把你生下来 不 生下来就应该把你淹死 你一个会猥亵女同学的变态 会闹火灾的灾心 还好意思在这和我们讨价还价 我不甘心 晚上跑回了学校 没想到这件事情闹得很大 同学们的眼神如芒在背 他们看到我就像看见了瘟疫 他们不再和我说话 就连小组一对一练习 我也是被排除在外的那个 我那时几度抑郁 销瘦得厉害 对父母弟弟的恨 对自己的厌恶 无时无刻不在折磨中 最终 我的985名额 还是被基博小拿走了 他去了我梦梅以求的大学 我去了他的三流野鸡大学 我曾经的努力被父母全盘否认 他们也拒绝为我缴纳上学的所有费用 我的抑郁更加严重了 总觉得有人在我耳边倾难 他说 我与其这么狼狈地活着 不如再找个更高点的地方跳下去 一咬白咬 我整个人死气沉沉 如同行驶走肉一般 为了挣取学费 我开始做着一些普通的工作 去餐厅端端盘子洗洗碗 在我以为 这一辈子就会这么活下去时 我就下了车祸的柳如烟 因为前车恶意刹车 导致三辆轿车追尾 而柳如烟的车子在最中间 他气肉油丝 脸色惨白 我费了很大力气 才把车门掰开 自己的双手也鲜血淋淋 我忍着手上传来的疼痛 向他用力拖出了驾驶座 他在昏迷前 紧紧拉着我的手 给了我一个虚弱的微笑 他说他要报答我 没想到后来 他报答的方式是宣布和我弟弟正式交往 门被敲响了 门口站着一个好看的女人 瓜子脸单凤眼 他踩着小高跟 梳着高高的马尾 配上他冷淡的表情 看得纪伯小眼睛都直了 他上门原因很简单 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那天 谢谢你了 这个 是我小小的心意 柳如烟递出的是我们这边 最贵的半山别墅的房产证 并将它直接给了纪伯小 这时我才知道 我救下的这个女人 身份不一般 纪伯小眼睛都睁大了 他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李治告诉他 不能问 这也太贵重了 我忍不住了 对他说 你有没有想过 救你的人 也许不是纪伯小的 那天你被追尾 是我要去送外卖菜 你又是从哪来的冒牌货 柳如烟眼睛带上了厌恶 看我的样子 仿佛我是什么 想要冒领功勋的卑鄙小人 不过是看到好东西 闻着为赶来抢攻的垃圾罢了 美女你先进屋 别理他 他虽然是我哥哥 但他脑袋不好 人品也有问题 纪伯小反应非常快 他已经从我的直言片语 猜到了一切 并且要迅速隔绝 我被认出来的一切可能 不是我弟弟 我的手是因为就你受伤的 你当时还拉着我 柳如烟进屋子的身影顿住了 他回头 再一次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我 他的眼神这次戴上了笔衣 像是在看跳梁小丑 别白费力气了 我很确定 那不是你 你弟弟说的没错 你事项太难看了 为什么很确定 我一下茫然了 我都开始怀疑 难道那天的一切都是做梦 我争取的目的 不是为了拿到柳如烟高额的报酬 我只是不甘心 为什么什么都会被抢走 我甚至觉得是不是真的有上帝 我只是为了衬托纪博小 而被捏造出来的NPC 那么也许我应该离开 我应该当我自己世界的主角 而不是纪博小世界的配角 我决定逃离 跑得远远的 出校考研 或是南下打工 都是目前最快的选择 我转头出了门 再也没回来 好日子过了没多久 周五 纪博小打来电话 哥 有一件大好事我得告诉你 我可以这辈子都踩在你头上 有我在 你永远也别想好过 他用高高在上的口吻告诉我 他要和柳如燕订婚了 星期六我必须回去 商量两家订婚宴的事宜 他们订婚我能插手什么 不过是纪博小 想要看看我难受的样子 自从我选择住校 我已经很久没有和他们 有任何往来了 也不太清楚纪博小的情况 但是柳如燕是纪博小的舔狗 这个事情我是很清楚的 柳家有钱的很有名 柳如燕为纪博小做的事情 又特别高盗 所以哪怕不在同一所大学 我也有所耳闻 几家小儿子在路上救下富家女柳如燕 富家女从此历世 此生非他不嫁 纪博小飞上枝头变凤凰 拿着柳如燕的钱 交了不少公子哥 天天出入高盗会所 也有人比喻柳如燕 好好的富家千金 被纪博小交了一头红酒 还笑着给纪博小擦鞋 就像是被吓了酱头 更有人调笑 柳家以后要改姓妓了 甚至有同学问我 你和那个纪博小 好像是同一所高中的吧 你也姓妓 是亲戚吗 你认识柳如燕吗 我当时只是摇了摇头 戴上耳机 开始墨被英语单词 柳如燕 是舔狗也好 被下降头也罢 又欲我何干呢 但是现在我答应了回去 也由不得我不答应 因为纪博小说 我要是不回去 他亲自开车来接我回去 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我和这个几家 有任何关系 只是回去坐坐而已 我安时就走 也没啥吧 到家时 沙发上坐着两伙人 精卫分明 爸妈和弟弟 只高气昂地扬着下巴 而对面坐着柳如燕 和他的父母 柳父柳母看起来雍容华贵 和我的父母形成鲜明的对比 只是他们的脸色很不好 看得出他们在全力压抑着怒火 爸爸掀开了口 眼里全是贪婪 性价 也不是我们不好说话 但陪家的事情 我们还要再商量商量 毕竟几百万就想要 博小这样的女婿 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对不对 我妈也轻声细语 口气里却带着傲慢 如燕这闺女我是真的喜欢 可我家博小更不错啊 九八五名牌大学 聪明又懂事 还特别有福气 柳母恨铁不成钢地看着女儿 柳父冷哼一声 这福气还是留给别人吧 我们家不需要 一句话 让继伯小的脸色沉了下来 他从小到大被人捧惯了 哪里受得了冷言冷语 哪怕这个人身价百亿 哪怕是自己未来的岳父 他不悦地瞪了眼柳如烟 但柳如烟低着头 并没有看他 继伯小的火气没地方出 转头正好看到了我 他快步走过来 用力推了我一下 叫你早点回来 你现在才到家 你要是不想回来 干脆死外面算了 我没站稳 直接被他推个亮枪 头重重撞在了墙上 突然 四周的声音好像都消失了 却有两个人的对话 突兀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 宿主 我们弄错了攻略对象 我们要的攻略的是 继伯小的哥哥 继伯达 他才是当初救你的人 什么 继伯达 你是说继伯达救了我 当初是你那么肯定的告诉我 救我的人是继伯小 我就说三年了 就算是块石头也该捂热了 怎么攻略值根本没有增加 完了 全完了 我先前那么对待继伯达 这回要怎么把他的心拿下 我摸了摸脑袋 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脑海里的声音 却再次响了起来 系统 你确认一下 真的是继伯达 宿主 这次绝不会弄错 我看向柳如烟 他依旧低着头 没有任何动作 可他的通篇国骂 却响出我的脑海 言语犀利 用词刁钻 没有一个句子是重复的 所以柳如烟有个系统 系统让他攻略我 可是攻略对象 被搞错成了纪伯小 他所做的一切 是因为 他要做攻略任务 怪不得 当初他那么肯定 自己没认错人 原来系统告诉他是谁 就是谁啊 我退到了墙边 捋着自己的思路 纪伯小发泄完 回到沙发坐下 不耐烦地对柳如烟说 柳如烟 你说个准确话 就五千万这点小钱 你到底给不给 爸妈也对着笑容跟着附和 就是啊 如烟 这点钱对你们家算什么呢 像伯小这么好的对象 多少女孩子 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你可要珍惜啊 不然他要是不高兴了 他们的话还没说完 柳如烟蹭一下 站了起来 他仿佛变了一个人 浑身散发着冷意 他怒视纪伯小和我爸妈 完全没了当初 讨好纪伯小时的娓娓诺诺 那么喜欢钱 就让你们福气大的伯小 自己去赚啊 没本事的癞蛤蟆 还想软饭硬吃 真是够不要脸 纪伯小 我们分手了 纪伯小和我爸妈都愣住了 爸妈有些紧张地 看向纪伯小 柳如烟 一直都是他们的提款机 要是柳如烟真的和纪伯小分手了 那他们进入上流社会 成为人上人的梦想可就破碎了 再想找一个这么好欺负的富家女 可不容易 哪怕他们对纪伯小未来发达有信心 也不想失去 马上就能飞黄腾达的机会 纪伯小的瞳孔一缩 随后无所谓的笑了 他并不认为柳如烟真的会和他分手 毕竟这女人为了他 卑微到连尊严都能放弃 他依旧高傲地指着柳如烟 你闹什么脾气呢 你家那么有钱 给我爸妈一点怎么 再说 以后你嫁给我 你们柳家还不是要靠我来撑门面 难不成让你一个女人在外抛头露面吗 赶紧给我和爸爸道歉 不然我绝不会原谅你 我看着一直气势的纪伯小 心里莫名有些暗爽 他可能还不清楚 自己倒嘴的豪门鸭子 马上就要飞了 柳如烟安抚住暴怒的柳父柳母 他站起来走到纪伯小身前 狠狠甩了纪伯小一个响亮的耳光 原本昂着头 等着柳如烟道歉的纪伯小 为这结结实实的一巴掌 打得摔倒在地 不敢置信地捂着脸 你 你居然打我 柳如烟 你魂腻歪了 柳如烟甩了甩发麻的手 拉起他爸妈就走 顺便也带走了别墅里的保护和厨师 我送你的东西 统统还给我 还有这别墅 我给你们一天时间 明早就从这里搬出去 不然 你们就准备上法庭吧 在我爸妈和纪伯小震惊的目光中 柳如烟摔门离开 离开前 他悄悄瞥了我一眼 那眼神里满是纠结与懊恼 爸妈和纪伯小进了屋子 他们似乎忘记了我 我摸了摸脑袋 回想着今天发生的一切 不过我没有想太久 因为今天回来 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摸上了楼 从爸妈房里拿出了户口本 然后揣上自己的身份证 赶往辖区的派出所 很快 我就把自己的户口独立了出来 一整天 爸妈和纪伯小都在屋子里研究 他们不知道柳如烟要分手 到底是真是假 我赶回来 做好了晚饭 这是我最后一次 给他们做饭了 屋子里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 爸爸的底气明显不足 我都说了 先不要那么多 你们非不听 现在怎么办 他真要是闹分手 收回房子 咱们去哪里住 明天我上次约我去打高尔夫 还让我引进柳家小姐 给他认识呢 妈妈却气急败坏的诅咒 黑心肝的优 博小本来就特别优秀 自己创业也能做的大老板 绝不比他们柳家差 他们这是看博小前途无量 想一分钱都不花 让博小去给他们柳家卖命 他们都在责怪别人 从没有在自己身上找寻原因 也是 像他们这样自私的人 哪里会觉得自己有问题呢 纪博小的声音里带着气恼 还有莫名的忧郁感 放心好了 柳如烟肯定不敢和我分手 估计是因为他爸妈的缘故 算了 大不了我明天给他些面子 只要我说两句好话 他能把僵尸的钱全捧到我眼前 就凭我 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 要不是柳家有点钱 我能看上他吗 该死的 他居然敢打我 等我把他取到手 接着就是爸妈的吹捧 听着都让人汗言 纪博小的自大 就是这么被爸妈一点点喂出来的 柳如烟若是真的不攻略纪博小了 不知道他还能不能骄傲的起来 爸妈和纪博小走出屋子 才发现晚饭已经凉了 他们这才想起我 上楼砸我的房门 滚出来 一点用都没有的东西 这么长时间跑哪去了 钱也不往家里寄 我看你是翅膀硬了 要飞了 柳如烟打你弟弟的时候 你就站在旁边看着 他走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来一下 真是白扬你了 废物 他们降门踢得光光作响 可我毫不理会 没有半点开门的意思 最后他们妈妈咧咧下了楼 看爸妈有恃无恐的样子 他们压根就没打算搬走 我很期待 明天柳如烟看到他们不走 会如何做 第二天一走 柳如烟就来到了别墅 纪博小还以为他是来道歉的 他看了眼爸妈 满眼都是看吧 我就知道的神色 哼 你的大小姐脾气也该收一收 连我的电话都赶不接了 怎么 现在知道错了 纪博小自以为拿捏住了柳如烟 露出不屑的神情 我告诉你柳如烟 我也不是非你不可 话还没说完 他们却傻眼了 柳如烟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在他身后 跟着十几个身穿黑衣的保镖 他冷冷地看了眼爸妈和纪博小 眼里全是不加掩饰的厌恶 我说过 今天你们必须搬走 你们既然不搬 那我就帮你们搬 他一挥手 十几个镖形大汉冲上了楼 将里面属于爸妈和纪博小的东西 统统丢到了大门外 爸妈震惊地挥舞着双手 想要去拦 又不敢 你们怎么能私闯民宅 你们赶紧走 不然我要报警了 住手 都给我住手 不准班 这是我家 你们凭什么扔我的东西 纪博小更是怒火中烧 他瞪着眼睛 冲到柳如烟跟前 伸手就要拉他的胳膊 还没碰到柳如烟的手 纪博小就被保镖们按在了地上 他愤怒地大喊 柳如烟 我警告你 把我家收拾好 跟我爸妈道歉 然后滚出我家 不然 你这辈子都别想见到我 柳如烟没有理他 而是看向从楼梯上走下来的我 晨光顺着落地窗户 洒在台阶上 仿佛扑上了一条金灿灿的地毯 我踏着金色 射击而下 温温走到柳如烟面前 停住脚步 柳如烟的眼眶微微泛红 他咬了咬下唇 轻声对我说 对不起 我不知道是你救了我 昨天我让爸妈查了你 是我误会你了 我真的没想到你过得那么 不好 他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张黑卡 忐忑地塞到了我手里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希望你不要拒绝 刚才还在叫骂的爸妈 已经哑了声音 他们呆呆盯着我手里的黑卡 都忘记了阻拦那些黑衣保镖 柳如烟 你在干什么 你凭什么把黑卡给纪博打 那应该是给我的 给我的 我的东西 你居然给那个废物 纪博小不敢置信 他拼命挣扎起来 是人的眼神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 你的 什么是你的 你个不要脸的玩意 柳如烟听到纪博小的辱骂 气不打一出来 他见我没什么反应 快步走到纪博小身前 抬起脚 狠狠踩在了纪博小的手背上 顿时 一阵杀猪般的惨叫声响起 我的黑卡 什么时候成了你的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纪博打救我 被你冒名顶替的事情 我还没跟你算呢 哦 还有你大学的名额 好像也是纪博打的吧 纪博小的哀嚎声变小了 那 那又怎么样 他一个废物 都是因为沾了我的福气 才考了那么高分 本来就是我的 我拿回来有什么不对 看着纪博小理直气壮的样子 柳如烟都被气笑了 那么救我呢 你怎么敢说是你救了我 妈妈最先反应了过来 她用力推开柳如烟 一边小心扶起纪博小 一边怒骂道 谁救的不是一样 你又没有死 让博小顶替 是他的荣幸 你怎么能拿着灾心 和我的博小相提并论 哎哟 我可怜的博小 手都肿了 天杀的 佛祖不会放过你 妈妈的话 依旧冰冷无情 我摸了摸胸口 很意外 并没有多难过 原来伤痛多了 心也会麻木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厌恶我 就算他们疼爱济博小 也不该如此对我 我也是他们的孩子 是他们的骨肉啊 我直白地问出了 这么多年来的疑惑 爸爸瞥了眼我手中的黑卡 非常笃定地回答 你懂什么叫福或相依吗 博小他是福 那你就一定是货 博小的福气越大 你就越是个祸害 我们能留你活下来 都已经是看在佛祖不杀生的份上啊 还不赶紧把属于博小的东西还给他 你敢抢他的东西 要遭天前的 我勾了勾唇脚 原来这就是他们怨恨我的理由啊 未免也太可笑了 我为自己悲惨的二十多年 感到不值 福或相依 不是出自老子的道德经吗 老子是道家也不是佛家 什么时候 爸妈也开始信道教了 不怕佛祖怪罪吗 爸爸面红耳赤 气急败坏却无力反驳 只能重复着 你懂什么你懂什么 柳如烟一直盯着我 他似乎被我自嘲的笑容刺痛 我听到 他在和他的系统说 马上2024年了 怎么还有人这么迷信 果然不是所有人都是人 不是所有父母都配做父母 我看了纪博达的档案 简直不敢相信他这些年少 了多少苦 我居然还相信了纪博小的鬼话 啊 我真是真是 系统沉默了一瞬回答道 宿 主 提醒你还是要尽快完成攻略 鉴于系统的识别事物 宿主只需要和攻略对象结婚 就算任务完成 柳如烟沉默了一瞬 似乎有些难过 难道 就没有人心疼他一下吗 我垂下眼眸 是啊 就没有人心疼我一下吗 哪怕 很小很小的 一下 他强打着精神走到我身边 对爸妈说 我不管你们信什么 也不管到底谁有福气 但你们欺骗我是事实 那么 就应该承担后果 柳如烟命人 把爸妈和纪博小 都拖出了别墅 他想把这栋别墅送给我 我没有收 当然 黑卡我也还给了他 没几天 柳如烟转来了我所在的学校 我不得不感慨 有钱人真的可以随意任性 全校都轰动了 他们也知道了 柳如烟再次转校的原因 现在只要我走在校园里 就会收到各式各样探究的目光 爸妈和纪博小挨个给我来过电话 爸妈无非是来骂我的 他们认为 我再次窃取了属于纪博小的气韵 他们甚至跑去了寺庙里 还跟方丈聊了很多 关于抢夺气韵的问题 也不知道那位方丈说了什么 爸妈拿了一堆符纸来学校找我 要在校门口给我施法 他们说我是恶灵 逼着我喝下他们煮好的葫芦水 哪怕我的内心比从前强大了不少 可我还是觉得丢人 很丢人 我像个被扒光了衣服的人体标本 把自己的丑陋与不堪 完全暴晒在阳光下 那些嘲笑 震惊的目光 一寸寸凌持着我 天啊 纪博达的爸妈太吓人了 他们居然在调大神 快看 他妈在翻白眼呢 他们居然说自己的儿子是恶灵 哈哈太丢人了 我要是纪博达 估计想要一头撞死 你们听说了吗 纪博达和那个纪博小是亲兄弟啊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 柳大小姐玩得可真花 追完弟弟追哥哥 嘿 要不要报警啊 对了 录完的视频给我也发一份 我避开向我破来的黑狗血 又将爸妈手里的蜡烛打翻在地 在他们嚎叫声中 转身离开 学校自然不允许 校门口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 爸妈被保安赶走了 可我知道他们并不会善罢甘休 等了好几天 竟然风平浪静 直到纪博小给我打来电话 我才知道 原来是柳如烟派人去警告了爸妈 如果他们再敢来骚扰我 就让他们消失在这个城市 你以为他是真的喜欢你吗 别做梦了 我告诉你 柳如烟就是为了让我吃醋 才拿你来刺激我的 你不要自作多情 有什么非分之想 你看着吧 只要我冷泰一个月 不 最多半个月 他就会乖乖地回来求我 我掐断通话 做梦的人从来都不是我 柳如烟一直默默跟在我身后 不像追求纪博小时那样高调而张扬 他现在就像个隐形人 从不主动介入我的生活 可只要爸妈动了想找我的心思 他就会出手 爸妈知道柳家的厉害 他们能折腾我的方法 只有打电话来跟我要晒养费了 在柳如烟的帮助下 大学最后一年 是我过的最平静顺心的一年 我找到柳如烟 这一年来 他的脸色越发不好了 从他和系统的对话中 我知道了 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原本是活不到成年的 这个系统找上了他 告诉他只要完成了攻略任务 他就会恢复健康 这个攻略是有时间限制的 他现在还有最后两个月了 我想和你做个交易 你愿意吗 比如结婚 柳如烟的眼睛亮了起来 他看向我的目光中 带着激动与疑惑 我阐述了自己的目的 很简单 我想自己创业 我在大学里参加了 导师的研究小组 专门研究芯片 可我的导师虽然有大财 人脉却不够 拉不动投资 这对我来说 是个极好的机会 柳家为了柳如烟给我投资 而我可以娶她 保住她的命 这是双赢 我没有必要 为了所谓的尊严 放弃这些 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柳如烟自然高兴 钱对她来说 算是最廉价的东西了 继伯小得知 柳如烟要嫁给我 带着爸妈 发了风势的到处渡我 他们在一个放学的午后 把我拉到了一个小巷子 爸妈的样子 明显老了不少 也没有了以前的忧郁感 看来没有钱挥霍的一年里 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 继伯小更是颓废不堪 头发乱糟糟的 就连衣服都沾染着污渍 像是几天没有洗过了 继伯打 把柳如烟还给我 你有什么资格和她结婚 和她结婚的只能是我 你不配 她咬牙切齿的一拳打向我 为我轻松躲开 我弹了弹身上不存在的灰尘 听说你最近有点惨啊 以前和你交往的那些公子哥 都不理你了吧 他们说柳大小姐玩腻了 嘲笑你被甩了 我还听说 你的成绩很差 挂科太多 根本没办法毕业 你瞧啊 继伯小 不是你的 永远都不是 你就是抢走了 又能如何 说完 没等继伯小反应 我抬手回了他一拳 这一拳非常狠 我将自己二十多年的怨恨与不甘 全部掺杂了进去 继伯小被我一拳砸倒在地 他抱着脑袋 嚎啕大哭起来 真是个废物 妈妈尖叫着冲过去安抚 爸爸则抽出腰带 毫不留情地挥向我 我笑着抓住了回来的皮带 稍一用力 就把爸爸拽倒 他们瞳孔地震 仿佛眼前的我 不再是他们认识的 那个逆来顺手的儿子 你 你这个不孝的孽障 怎么敢打你弟弟 反了 反了 我是你老子 我打你 你居然还手 我笑了笑 夺过皮带 双手用力 他一声脆响 皮带应声而断 我还有什么不敢的 你们不会以为 你们那点微不足道的亲情 能够永远控制我吧 我再也不是那个 毫无还手之力的孩子了 我和柳如妍的婚礼很隆重 柳家的亲戚朋友很多 他们对我的态度 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 笑脸相迎 我没有邀请爸妈和纪博小 他们恨我还来不及 自然也不会愿意 给我送上什么祝福 可是管不住纪博小 自己要跑到婚礼现场受虐 他想冲上婚礼舞台捣乱 可惜被两个身材魁梧的保镖架着 他想回家 两个保镖也没有放他走 他只能咬牙切齿地 看着我和柳如妍交换完戒指 里程之时 我又听到了系统的声音 恭喜宿主完成攻略任务 宿主得到奖励 健康 系统将与宿主永久接绑 柳如妍在心里又喊了几声系统 系统再无回应 从那之后 我也没有再听见过柳如妍的心声 柳如妍太过激动 拉着我直流泪 我笑着给她失去眼泪 心里由衷为她感到高兴 婚礼结束 柳家的私人医生等候已久 医生给柳如妍做了全身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 柳如妍完全恢复了健康 柳如妍在和我结婚前 就把自己绑定系统的事情 如是告诉了柳父柳母 他们原本还带着怀疑 可现在看着柳如妍的体检报告 他们才真的相信了 柳父柳母很感激我 他们不但投资了我的实验室 还发动人脉帮我成立了公司 我忙公司之余 找律师起草了一份赡养协议 爸妈总是说我花掉了他们多少钱 现在我加倍还给他们 爸妈当然不愿意 我给的钱他们压根看不上 他们的胃口早就被柳如妍养得太大 爸爸甚至威胁我 你要是不把柳家一般的财产分给我们 我们就把你这个不孝子告上法庭 还要把你曝光到网上 让全国网民都看看 你这不养父母的丑恶嘴脸 我拦住了愤怒的柳如妍 对付流氓 就要用流氓的手段 从柳如妍给的那栋别墅搬出来之后 他们住的是曾经的老破小 我买了他们楼上的那间房 并雇了一群壮汉住进去 他们早上六点起床 晚上打麻将到凌晨 半夜出门吃宵夜 因为楼道太黑 还时不时撞到爸妈的房门上 不到一个月 爸妈就跟我要钱 想要搬走 但他们还是不同意签署协议 我生生拖了三个月 纪伯小最先遭不住了 他冲上楼和壮汉们理论 险些被一群人围殴 娇生惯养的小少爷 何曾受过这种委屈 壮汉大哥打电话给我时 语气里全是比异 老子就没见过 一个男人哭得像个娘们 在纪伯小的撒破哀求下 爸妈终于咬牙签好协议 和我一起去做了公证 我离开前 纪伯小恶狠狠瞪着我 你等着吧 纪伯打 老子是福星 就算没有柳如烟 也有的是豪门小姐愿意嫁给我 我支付了全部赡养费 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没想到 陪着柳如烟参加一场晚宴 居然看见了纪伯小 他脸上挂着讨好的笑容 小心翼翼地将手中的蛋糕 慢慢喂给一个二百多斤的女人 那女人被噎了一下 生气地将蛋糕打翻在地 纪伯小瑟缩着脖子 不停道歉 纪伯小那卑微的样子 颠覆了他二十多年来 在我心中的跋扈形象 那是房地产大亨的女儿 苏荣 纪伯小居然傍上了他 口味可珍重 柳如烟顺着我的目光 看到了那边的情况 纪伯小也看到我们 眼中闪过恼怒和恨意 在我借着行酒 走去阳台之际 他也跟了出来 纪伯答 你现在很得意吧 他咬牙切齿的声音 在我身后响起 都是因为你 要不是你 柳如烟怎么会突然放弃我 你究竟用了什么手段 就连爸妈找来的大师 都没办法破解 果然大师说得对 你就是万年修炼成经的恶灵 他的话颠三倒四 没有逻辑 还很可笑 我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大学你是白上了 居然相信这些封建迷信 难道你就不能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我 我有什么原因 出生的时候 大师就给我们算过命 我是福寿双全的大奇运之人 一切好的东西都该属于我 都到了这种地步 他还是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啊 我转身就要离开 纪伯小区拉住了我的手 给我点钱 苏小姐给我介绍了一个大客户 只要我投进去三百万 一年内就能十倍返还 只要你给我三百万 我允许你参与进来 怎么样 他怕我拒绝 又赶紧说 柳如烟那么有钱 拿三百万轻轻松啊 你要清楚 在柳家 你始终是个外人 多给自己赚点钱 留点后路 我甩开他 吃笑一声 三百万变三千万 这么好的项目 那位苏小姐自己 怎么不介绍给别人 居然介绍给你 可别说是你魅力大 是你气韵强 除了傻子 谁会相信 你别说那么多废话 到底给不给 你要是不给 我就让爸妈来跟你谈谈 就算有柳如烟护着你 可爸妈要是真闹起来 哼哼 我劝你仔细想一想 我早已不怕爸妈来闹了 但要花费精力去平息 事业起不期 我实在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可我若是给了钱 他们定然会以为我怕了 以后更是没完没咬 我垂下双眸 在抬起时已然冰冷 我声音里带了些许蛊惑 轻声说 你不是那么想要钱吗 给爸妈的赡养费 我已经回到他们账户里了 纪伯小的眼睛转了转 收回了还想抓我的手 我很久没有再听到 关于几家的消息了 直到有一天 柳如烟告诉我 爸妈和纪伯小都进了监狱 苏融让纪伯小投资的工程烂尾了 所有的钱都打了水漂 纪伯小把你爸妈的那些赡养费 全部都要了出来 还觉得不够 他又去小额贷款那里借了两百万 贷款用了你爸妈的名字 哪怕他们把现在住的房子都卖了 也还不上 纪伯小不甘心 去找了苏小姐 两句话没谈拢 纪伯小竟然动了手 你也知道 他被你爸妈灌出来的骄纵性子 苏家虽然快垮了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他一边偷偷看我的脸色 一边故作开玩笑的 其实进去也不错 好歹在里面 他们也能安分一些 我笑了笑 并未揭穿他 纪伯小能不惜去借高利贷 也坚持投资 要说里面没有柳如烟的手笔 我是不信的 更何况苏家小姐 岂是那么容易见到的 她身边的保镖呢 生活助理呢 不过 我们的婚姻 只是她的一点同情 和一个聪明人 对成功风向的利用 我们离婚后 她没有再婚 身边更是没有其他女人 世人都说她爱前妻之身 心里容不下别人 还有人明里按理劝我 这么好的男人 无论是什么原因 都应该大度一些 离婚实在太过了 我只能露出苦笑 就是在我们结婚的那十年里 纪伯达也没有碰过我 我甚至放下了 属于我身份的骄傲 有些卑微的和她说 你是嫌弃我吗 可是我没有和 纪伯小有那种关系 我当时心里是不喜欢她的 只是因为系统 要让我攻略她 我猜 我没有让她碰过我 纪伯达只是摇了摇头 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里 没有我 十年来 越接触她 我就越心疼她 我真心实意的 想和她在一起 可她并不愿意去爱任何人 也不想接受任何人的爱 爱 对她来说 是可有可恶的东西了 她已经足够强大 曾经做梦都想要得到的东西 如今被她弃之必喜 纪伯达的母亲死在了狱中 她的父亲被刑满释放了 纪伯达倒是不再计较 她觉得母亲已经没了 父亲进了监狱一趟 也就可以一笔勾销了 她想给纪伯找个养老院 好吃好喝的过完这辈子 那怎么行 那老头不是信佛吗 我就让他信得够 我怂恿纪伯达 将纪伯送到五台山的佛寺去 老人家那么虔诚 一定不能让他这辈子有任何遗憾 纪伯居然不肯 呵 我就知道 这种自私的人 怎么可能真的信佛 信佛 只是为了把自己的一切罪恶 都找个完美的借口罢了 也不知佛祖若是真的有灵 想不想下一道雷 批死这个不要脸的老东西 纪伯得知纪伯达 已经是上市公司的大总裁了 叫嚣着要纪伯达 把公司过到他的名下 不然就要去电视台 曝光纪伯达不孝 气养老人 这贪婪的嘴脸 真让人恶心啊 我怎么会允许他再次伤害纪伯达 我私下找到纪伯 温柔地告诉他 如果他不愿意出嫁 那我可以把他重新送回监狱 也可以让他和天国的妻子团聚 哦 他信佛 不信基督 天国的说法不对 我更正了一下 可以立刻转世和他妻子再续前缘 现在 他信佛了 他求着纪伯达把他送去佛寺 他要修行 还想普渡众生 很好的理想 我赶紧让纪伯达成全他父亲的愿望 纪伯小也出狱了 他很奇怪 总是像个跳梁小丑 跑到纪伯达面前刷存在感 他时不时拦下纪伯达的车子 说着纪父继母有多么疼爱自己 理事纪伯达有多可怜多可悲 有一次 纪伯小打听到了纪伯达要参加宴会 竟然闯了进去 当着众人的面 他嘲笑纪伯达 你现在就算有钱有势又怎么样 爸妈的爱 你永远都得不到 哈哈 你那点讨好爸妈的心思 就像是阴沟里的老鼠 永远暗无天日 纪伯达西装鼻挺地站在那里 面色平静 握着他的胳膊 继续和几位上市公司老总相谈甚欢 直到纪伯小被保安拖了出去 纪伯达都没有回头去看眼 纪伯达的无动于衷 让纪伯小彻底崩溃 纪伯小歇斯底里的声音 在宴会厅里回道 你现在的一切都应该属于我 我才是万众瞩目的主角 我才是所有人羡慕的存在 是你窃取了我的机遇 纪伯达 你不得好死 我抬头看了眼 情着笑容的纪伯达 原来最残忍的复仇是 你明知道对方在乎什么 却将他忽视的彻底 全文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